加拿大成全球第三高家庭债务国 楼市前景堪忧 数据显示 许多家庭已经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众所周知 加拿大的家庭债务水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 在发达经济体中 只有瑞士和澳大利亚的家庭债务水平更高 但是 这种债务的负担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不同的 魁北克省德杰丹联合储蓄银行的新研究 分析了更高的利率对加拿大人的不均匀影响 以及这对国家金融稳定的意义 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并非无足轻重 加拿大的三个低收入群体占人口的60% 却持有45%的家庭债务 这些家庭的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要高得多 而且还在上升 但这并不是决定金融脆弱性的最重要指标 经济学家说 重要的是家庭是否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债务利息 他们说 尽管用于支付利息的收入比例对每个人来说都在增加 但这一比例在最低收入家庭中急剧上升 到2023年已超过收入的18% 由于要花更多的钱来偿还债务和维持生活 这些家庭几乎没有储蓄的余地 而收入在前40%的家庭每年能够存更多的钱 竟消耗或支出超过收入在剩余的60%的加拿大人中增加了 这可能令人担忧 因为在2019年至2023年间 三个低收入五分位数的家庭增加了他们的抵押贷款债务份额 而利率上升时的偿还这部分债务的成本显著增加 德杰丹经济学家Modra Poe和Lorenzo Tessier Merrill说 点评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加拿大家庭债务水平位居全球第三 仅次于瑞士和澳大利亚 特别是低收入群体 他们的债务负担显著增加 利息支付占其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惊人的18% 这种现象对温哥华楼市有深远影响 很显然购房需求会减少 意味着市场上买家的减少 而卖家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买家 这可能导致房价出现下行压力 尤其是在那些本来就供过于求的区域 短期内 温哥华的房价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调整